在2009年11月23号晚上 北京市大兴区 清城名院小区 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灭门惨案 祖孙三代一共六个人同时遇害 年纪最大的54岁 年纪最小的只有一岁三个月 被害人里面 祖孙三代里边的爷爷叫李汉潮 原本是北京市大兴区 皇村镇天宫院村的村民 要说起来李汉潮呢 跟其他普通的村民呢 还真不一样 这个人别看老实本分 但是呢脑子灵活 他自己啊 开办了一家工厂 生意还不错 家庭条件呢也非常好 同村的村民都特别羡慕他家 最主要的李汉潮儿女双全 有一个儿子叫李磊 80年生人 还有一个女儿叫李灿 87年生人 那么这次灭门案之中 死亡的就包括李汉潮夫妻俩 李磊的妻子 李磊的妹妹李灿 还有李磊的两个孩子 这事怎么被发现的呢 这一天晚上啊 李灿和还没有结婚的男朋友 在网上聊天 在那讨论当时热播的电视剧 窝居里面的剧情呢 聊着聊着突然李灿就下线了 搞对象嘛都是这样 一看哎呦女方下线了 他男朋友这心里边就嘀咕 哎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生气了 不像啊我们聊的好的呢 赶紧打电话问问吧 一打电话 嘟嘟嘟的想了半天 没人接 再打电话还是没人接 发短信不回 再发短信还是不回 哎呦这一下 可就把他男朋友给击坏了 等到第二天 接着打电话 接着发短信还是不回 到第三天 11月25号 他男朋友急了 这个小伙子呢 认识李灿的婶婶 就找李灿他婶婶 给他打电话 说呀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 李灿的婶婶一听 也着急啊 赶紧就给李汉潮打电话 哎也联系不上 那再联系联系 李汉潮的儿子李磊吧 还是没法接通 能打的电话都打了 能联系的人都联系了 谁都联系不上 着急之下 当天晚上十点左右 担心出事的婶婶啊 就来到了派出所报案 直到11月27号晚上 李磊一家呢 连续多日杳无阴险 还是找谁都找不着 又再次报案 最终呢 警方和一些亲戚啊 就来到了李汉潮家的门口 敲半天门也没人 想着打开这门呢 一时半会又打不开 这时候借来了一个梯子 蹬着梯子 从窗户那看看屋里的情景 这一看可不得了 发现里面横七竖八的 血淋淋的躺着几个人 李汉潮一家被灭门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村子 这些亲戚啊 朋友啊 也都特别的着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到底是谁干的呢 这是结了什么仇家了吗 不应该啊 平时老李啊 为人本分 别看人家有钱 但是人不显摆 平时穿衣服特别朴素 特别朴实 并且对亲戚 对朋友都很好 都很热情 哎 这个案子里面 唯独李磊没有被害 李磊到哪去了呢 一提起来 李磊啊 亲戚朋友们更着急了 得亏是李磊没在家呀 他要在家 这还能活得了啊 李磊的叔叔 当时啊 就在那想 哎呦 这李磊去哪了 他在外边 可别遇到危险呢 李汉朝的朋友冯全 听说李磊不在家 这心里边啊 算是踏实了点 还好还好 总算是留了一个后啊 这么一大摊子产业呢 有个李磊 也好继承老李这一摊事业呀 这时候大家呀 又都开始琢磨 说这会不会是建材起义呢 老李在村里边啊 开了一个厂子 条件不错 并且呢 那两年赶上天工院要拆迁 老李家分得了拆迁款好几百万元 拿到这笔钱之后啊 老李买了一套三居室的县房 又买了四套七房 上百万的资金 加上五套房子 这个条件在当年来说 这可是让谁谁都眼红啊 别说当年了 即使放到现在 2019年了 说在北京趁五套房子 这还得了啊 可是很快大家就否认了这个怀疑 为什么呢 在作案现场 只是六口人被杀害了 值钱的财物啊 抽屉柜子呀 都没有什么翻动的迹象 这明显不是建材起义啊 那这凶手到底是谁呢 李磊去哪了呢 这时候警方开始怀疑 会不会是李磊泯灭人性 做出了杀害全家的举动呢 赶紧吧 调监控 通过小区的监控录像 一看啊 李磊就是在那天晚上离开家的 他从楼上下来之后 就上了他刚买的那辆大重浪一轿车 上了车之后呢 就开走了 事情到这儿就更加的扑朔迷离了 到底是李磊杀害了他的全家 还是李磊走了之后 家里遭遇了不测 这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要找到李磊 才能够解答 警方的赶紧开始调查 李家周围的这些亲友 李磊家的大孩子呢 已经上小学了 他们小学老师啊 也说这个事 说有孩子好几天没来上学了 我本来呢 说打电话找他妈妈 可是怎么也联系不上 后来呢 我又打电话啊 联系李磊 我问他孩子怎么回事啊 怎么好几天没来上课呀 李磊当时还告诉我呀 说他在外地呢 我说联系他老婆联系不上 李磊呢 也没说什么 我说这样吧 我再给爷爷打个电话 看看怎么回事吧 李磊呢 就恩着答应了一声 赶紧就挂断电话了 与此同时 李磊的一个朋友也说 说哎 李磊这两天呢 他还跟我说 他说要去南方 他想着去深圳 还问我跟不跟他一块去呢 昨天还是哪天 他又告诉我 他到了三亚了 这边警方也根据信息调查出了 李磊在案发之后 踏上了从北京到三亚的火车 事情到这儿 李磊的嫌疑越来越大 11月28号凌晨4点 北京警方紧急联系三亚警方 发出了紧急通报 要求三亚警方协查犯罪嫌疑人 在当天的下午5点左右 三亚警方经过连夜部署 最终找到李磊 并且控制起来 那李磊到底是不是 此次灭门惨案的凶犯呢 如果他真的是凶手的话 他怎么会杀害自己的亲生父母 怎么会杀害自己的结发妻子 怎么会杀害自己的骨肉包妹 甚至杀害自己的两个亲生孩子呢 李磊在三亚被警方抓获 被控制起来的李磊呢 对索犯的罪行供认不讳 杀害父母 杀害妻儿 杀害亲生妹妹的 就是他 这就更让大伙想不明白了 糊个什么呢 咱们先来说说李磊的条件 父母双全 两个活泼可爱的儿子 家产将近千万 这在外人看来 这就是个完美的家庭吗 怎么会自己没事灭自己家的门呢 会自己导致自己家家破人亡呢 他为什么要做这些 他有着怎样的双灭人生呢 我们就试图来还原这个悲剧背后的真实面目 李磊的老家是大兴区的天工院村 随着2003年前后 北京地铁四号线的修建 这个位于天堂河岸的小村庄 已经被推土机一为平地了 现在呢 俨然是现代化的新城 据当年的村民们说呀 说李磊家呢 是在一个单独的大院里 有几百平米 李磊的父亲李汉潮 在家里面排行老大 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 年轻的时候 李汉潮呢 开了一家建筑材料工厂 据说赚了不少钱 但是呢 也有好些账 没要回来 昨天咱们就说过 李汉潮呢 朴实实在是个地道的老农民 原来在参加生产队的时候 就积极肯干 即便是拆迁致富之后 依然是衣着朴素 有钱也不嫌呗 李汉潮对儿子李磊啊 有着严格的要求 他相信棍棒底下出能人 李磊小时候 没少挨父亲的打 据村民李明介绍说 李磊在六七岁的时候啊 曾经因为好奇 拿走别人的钱包 被父亲狠狠地打了一顿 在村民们模糊的记忆里面 李磊曾经被倒吊在门帘下面 或者挂在树上都打过 但是李磊这孩子啊 从小不喊痛 爱打多疼 一声不吭 可即便这样 李磊也没少惹事 在出去打工之前 很多人都来找过他家 和父亲的愿望截然相反 棍棒教育之下 李磊却没能在学习上 有好的表现 李磊在天工院小学就读的时候啊 成绩平平 还不愿意和孩子们一块玩 小学毕业之后 他在离村口 差不多两三公里的 大兴区第六中学就读 惨案发生之后啊 有新闻媒体记者 就去到了大兴区第六中学 在这所学校工作二十多年的老校长 是在大家的提醒之下 才想起了一些关于李磊的往事 他说李磊啊 并不引人注目 也没给老师啊 学校领导啊 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反正就是挺内向的 不太爱说话 一个认识李磊的老教师说 说李磊当时个儿不高 在学校一直读到初二 成绩不太好 中等偏下 平时上课不爱发言 下课呢 也不和别的孩子一块在那玩闹 在这上学的两年呢 倒没有什么大的劣迹 好像有一两回叫过家长 具体什么事呢 也都忘了 据村民们回忆 李磊辍学之后 过了几年惹是生非的生活 但是17岁那年 李磊的人生轨迹 发生了重大的 天宫院15公里外的西红门啊 是京南的交通枢纽 北边跟风台接壤 南边呢 挨着黄村卫星城 南北走向的京开京梁 两条国道都经过在这 也汇聚了南来北往 形形色色的人 李磊就选择在这落脚 每当夜幕降临 大排档卡拉OK 美容美发厅 喜遇足疗都热闹起来了 街上充斥着闪耀的霓虹灯 繁华嘛 是真繁华 但这些跟李磊啊 都没什么关系 只有初中文化的他 最初呢 只能找一些煤扎工啊 驾线员呢 这类体力活 每天晚上灰头土脸呢 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住处之后啊 还得吃着冷冰冰的饭菜 就这样他还觉得满足呢 因为他觉得自己 前所未有的自由 离家出走之后不久呢 他进到了一家食品厂打工 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但是两个月之后 他顽劣的个性再次显现 因为偷开铲车 而被厂里辞退了 随后他在西洪门地区 保温材料厂 从事推销 由于业继突出 每个月的收入能有三四千块钱 这在当时的同龄人里说 绝对是高薪了 李磊说了 我不愿意回家 在外边上班挣钱 出走之后心情特好 1999年 一个叫王美玲的女孩 走进了李磊的生活 王美玲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农村 在家里面的排行老大 弟弟妹妹有三个 懂事的王美玲啊 18岁自己一个人 李家就来到了北京 打工补贴家用 在大兴一家冷酷打工的时候呢 他因工受伤 厂里赔了三千块钱 他就找到一家理发店 做起了学徒 王美玲就是这时候认识李磊的 王美玲当时年轻 长得漂亮 和李磊呢 又有着同样李家打工的经历 共同的境遇 让这两个人很快就走到一起了 有一年春节啊 李磊跟着王美玲 就回到了河南驻马店的老家定亲 第一回见面 李磊张嘴就叫爸 妈 哎呦 王美玲的母亲呢 是笑弯了腰啊 这目光里边就打亮着李磊 哎 这小伙子皮肤白白的 又瘦又高 梳着中长发 哎呦 显得真精神 李磊见到村子里 闻声而来的长辈呢 赶紧递烟 虽然话不多 但是特别懂礼貌 有眼力见 王美玲的母亲特别满意 这位北京来的姑爷 王美玲的弟弟王军还记得 李磊在他家里住的时候 跑到厨房里边摆弄土造 他说了 我会做饭 给你们露两手 不一会就炒了一大桌子菜 还挺像样 王军说 虽然呢 他也有点北京人的优越感 但基本上没什么家子 不嫌弃我们农村人 河南之行之后 两个人的婚事 得到了王家所有人的肯定 很多村民们都羡慕 哎呦 你家可找个好女婿 太好了 这小伙子 两千年的时候 李磊和王美玲呢 开了一家美发店 叫华一达 由王美玲打理 李磊光着膀子 坐在华一达理发店的门口 右胳膊上了 有一个长疤就袒露在外边 他最近呢 不得不经常挑衅的坐在外面 因为华一达开张没多久 抢了这条街上很多店的事 被砸门砸玻璃剪电线 是常有的事 这个时候 李磊就成了理发店里的保护伞 有一会李磊不在 有一个醉汉到店里撒酒疯 吓得小公啊 躲在里边不敢出来了 醉汉走后没多久 李磊回来了 看到店里一片凌乱 他冲出去 跨上摩托车 一直追到了很远的市场 逮住了那个人 狠狠的揍了一顿 店里遇到难缠的客人 或者出现矛盾 他总能提前发现并且摆平 不知不觉 他就给处理完了 做事非常的圆满 王军在大学暑假的时候 来过一回西红门 见识到华一达的鼎盛时期 华一达算是西红门那 当时最大最火的 一家没发店了 王军呢 就问王美玲 姐 我姐夫胳膊上那道巴是咋来的 他呀 以前打架被人砍过留下的 别人欺负他 他也不是好惹的 2007年西红门拆迁 华一达的辉煌历史终结了 而王美玲和李磊 早就找好了其他出路 这个出路就是一年之前 李磊出资安装了两台变压器 供周边的小店铺用电 并且能收电费 在朋友的眼中啊 李磊主意很多 会做生意 2007年 他注册成立鼎盛前锋商贸有限公司 2008年 以儿子的名字 注册成立李志恒信息咨询中心 后来又成立 雷雷红星商贸中心 通过信用卡套现 从中收手续费 以及靠典当品抵押盈利 同年李磊又开了两家足疗店 有钱了的李磊 还资助小舅子王军读大学 多档生意的效益都不错 王军很羡慕 说我姐夫当时这一个月下来啊 就能赚个五万块左右 2009年5月份 李磊出资二十万 和朋友刘宇 在西洪门河谷经营 天天活活饭店 直到案发之前 饭店还在正常营业 并且生意很好 没事的时候呢 李磊就穿着体面的衣服 坐在茶馆里边喝茶 这一喝就是好几个小时 李磊说了 我特别不喜欢人看不起我 我虚荣心挺强的 穿的都是名牌 经常还给王军买衣服 我跟他说过 穿的不好 出去人家看不起你怎么办呢 尽管说在外人的眼里 李磊这人呢 又有能力 又讲义气 收入也让人羡慕 但家里人对他的生意不以为然 王美玲的母亲说 当时李磊的很多生意 都打擦边球 家里人呢 一直阻拦他 后来啊 李磊就想卖掉饭店 搞一些投机的生意 李磊的父母啊 妹妹啊 也都强烈的反对 从2007年到2009年 天空院村的村民 陆续拆迁完毕 拿着每平方米 七八千的补偿款 村民们呢 就离开这了 拆迁款李磊说他并不知道 但估计有600多万 李磊的父亲李汉潮 用这些钱呢 买了几套房子之后 就不剩些什么了 当时啊 家里说钱不够 李磊呢 还给拿了50多万 几套房的归属问题 在李磊的妹妹 李灿的男朋友的证词中 也有体现 他说 李磊的父母啊 更偏向李磊 三四套房子 都是李磊的名字 李灿呢 只有一套 在北京南五环之外 大兴区 黄村 新华大街南段 百连青城购物中心前面 车辆是川流不息 在这旁边啊 有一个小区 叫青城北区 2009年的时候 李汉潮就用拆迁款 在这呢 买了一套三驱室 带着李磊跟李灿的 就搬到这来了 此时的李磊呢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霸道 大儿子李志恒六岁 小儿子李明阳一岁 俩孩子呢 都是李汉潮夫妇帮忙带着 结婚生子之后的李磊啊 多少呢 也开始理解了父母的苦心 可后来到底是因为什么 才发生了这起惨案呢 惨案之前 这一家人之间 又发生了哪些矛盾呢 2005年 李磊的妻子王美玲啊 开始接触到了安利 仅仅四五年的功夫 王美玲就升到了高级营销主任 手底下有三四十名员工 每个月的收入都能够达到八九千 为了方便妻子上下班 2009年3月28号 李磊跟中介公司 签了一份租期一年的住房合同 地点呢 是长春街三庙大院小区一号楼二门的一套两居室 六十五平米的房屋 每个月的租金是两千五百块钱 租下来之后啊 李磊和妻子呢 主要就是住在这儿 孩子呢 还是跟着他的爸妈妹妹住在大型的那套房子里面 冯全是在安利的一次培训讲座上 见到了好朋友李汉潮的儿子李磊 平时李汉潮呢 不怎么提起儿子 2007年的时候 冯全得了白血病 在他住院期间和出院之后 李磊夫妻俩呀 看了他六七回 每回去呢都不空手 不是拿水果就是拿钱 冯全说一直很感激他们 事发之后 冯全听说李家只有李磊幸免于难 还觉得庆幸了 说当时跑了一个 我还想啊 有个活口 要把这么大的产业给谁啊 但后来知道是李磊干的 我太意外了 李磊这人呢 不缺钱 他也特别的大方 他经常给朋友东西 表妹王玉 最后一次见到李磊的时候 他直接打开后备箱说 你看车里边有什么喜欢东西 喜欢的全拿走 饭店的经营呢 他也很少过问 只是让合伙人刘雨 在那盯着管理着 刘雨说啊 李磊这人为人大方随和 当时说饭店赔钱算他的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很少提家里的事 表面上看 他对父母孩子老婆都挺关心的 办事有心计 有主见 生意上的朋友不少 岳母搬来北京的时候啊 李磊没去上班 一箱一箱的往岳母的住处搬东西 他岳母也说 李磊啊 有什么好吃的都拿过来给我 一点也不小气 有一回请亲戚吃饭 他就花了八千多 挺要面子的 但李磊呢 却经常因为钱的事和妻子半岁 李磊说 媳妇这些年呢 老管我的钱 做安理之后 心情太高 看不起我 这所有的积怨 在2009年11月23号晚上 彻底爆发了 这一段时间呢 夫妻俩呢 都和父母妹妹住在大兴的那套房子里面 晚上六点左右 李磊拉着饭馆的后厨正吃饭呢 王美玲打过来电话 问他几点回家 李磊感到特别烦 没过一会儿 王美玲啊 又打过来电话 你到底回来不回来啊 又催他 当时李磊呢 心里就挺气的 开车开到了家里楼下 他拎起了黑包 这黑包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只留下了他一年之前买的一把刀 他要实施自己多年的计划了 门开了 王美玲埋怨了他几句 然后伸手对他说 我没完成销量 给我点钱 李磊跟妻子啊 就吵了起来 之后呢 李磊一摔门 就回到自己的屋子里了 躺在床上 这气也没消 并且是越来越气 这时候呢 他听见王美玲也进了屋 关灯之后 躺在他身边了 李磊躺了十多分钟 忍不住了 就把刀拿了出来 说时迟那时快啊 几刀就把妻子给杀死了 杀死妻子之后 他愣在屋里了 愣了一会儿 又想起来他的妹妹 哼 就这个妹妹啊 总是跟着爸妈一块说 还总打小报告 越想越气 他就又走进了妹妹的卧室 杀死了妹妹 而此时 妹妹正在网上跟男朋友聊着电视剧窝居里的情节 杀死妹妹之后 李磊又回到自己屋里 坐在那 愣了不知道有多长时间 突然呢 敲门声响起来了 是他父亲 边敲门啊 边喊李磊的名字 李磊心一横 一不做二不休 开开门就杀死了父亲 这时候他的母亲听到声音就也出来了 反正都杀了这么多了 连他母亲就一块杀了 杀完父母 杀完妻子 杀完妹妹之后 李磊啊 就在阳台的沙发上 哭了有四五个小时 脑子里很乱 哭着哭着 就想到了他的两个孩子 李磊说 家里人已经全被我杀了 我早晚得被抓住 俩孩子怎么办呢 活着也是受罪 还不如死了算了 李磊这时候就拿刀进了主卧室 把两个孩子也杀死了 在李磊落网之后 公安机关对他做了司法精神病鉴定 李磊对法医有这样一段描述 他说 我知道他们期望太高 望子成龙 在他们眼里 我没有对的时候 总是这不成那不成 我妹妹也跟我爸妈一个鼻孔出气 在家里挤兑我 结婚以后 我媳妇也这样 对我的事什么都怪 不是跟我要钱 就是规定每天必须什么时候回家 回来晚了 或者没按他说的时间回来 就跟我吵架 我在家抬不起头来 在外头朋友都说我能干 很有面子 我也认为自己不比别人差 压抑的时候 我很久不回家住 这些事我对任何人都不说 我不愿意跟父母沟通 机缘时间太长了 我恨他们 早有杀人的想法 觉得有这样的家人很不幸 一年前我就买了把刀 当时正赶上做抵押生意 手头紧 朋友能借到钱 家里却不给我支持 反而唠叨起来没完 管我的事 我更反感他们 心烦的时候 我就到外地旅游 上隔厅炮小姐 乱花钱 故意放纵自己 我不是说杀家人有理 如果重复一次 不会有这事 本来决定离家出走 再也不回来了 偏偏头天 我爸让我开车 带他们参加表述的婚礼 对我呼来换去还是那个态度 我媳妇又跟我要钱做安利 一下就烦了 我就决定杀了他们 法医的鉴定结论显示 当晚实施违法行为时 李磊处于生理性激情状态 动机现实 辨认和控制能力存在 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 李磊在三亚被捕之后啊 还留恋的望着窗外的景色 他还说过呢 三亚是个好地方 如果还有下辈子 我一定会再来 在审讯室里 李磊也说 事是我做的 枪毙了我就完了 就当我们全家都没来过这世上 看守所里面的管教说呀 李磊在所里面待了几个月 一直能够遵守监规 食物呢 也都大方的送人 他知道案情比较大 不为自己辩护 希望快审快决 情绪上也见不到一点低落 李磊在看守所里面 这么长的时间 收到了很多朋友带给他的名牌衣服和钱 这让他衣食无忧 但是他的亲戚 没有一个人给他送东西 此情此景啊 像极了惨剧发生前他的生存状态 朋友认可 亲人反目 他自己也认为对不起家人 更不愿意死后跟他们葬在一起 他说把我的骨灰 爱扔哪就扔哪 可当提起爷爷奶奶的时候 李磊还是哭了 他说我特想我爷爷奶奶 从小爷爷就疼我 小时候奶奶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留着 他们身体一直不好 爷爷是零三年肺癌去世的 我奶奶身体还好吗 还是那么胖吗 李磊还提起 他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间 就是17岁离家出走打工的那一段日子 他说那一段呢 吃了很多苦 当业务员推销保温材料 骑自行车后面一箱产品 一起骑一天 从大兴西红门骑到北三环那边得一个小时 别的推销员的都坐公交车 李磊感觉坐公交车等车浪费时间 就自己卖点力气 骑自行车能比他们跑得快点 也没什么保底工资 就是靠买东西提成 说反正那会儿啊 就是肯干 付出就有回报 人家早上睡觉 咱早起一点 六点钟就出门了 黑了才回来 晚上回家就吃点面 中午饿了 买俩烧饼凑合凑合 但那会儿特别放松 想睡觉睡觉 想干嘛干嘛 晚上有时候出去玩一会儿 回去晚了也没人管特别自由 反正凭本事吃饭 不偷不抢不挣内心钱 感觉特别开心 后来呢 因为经常在街上看到寻人启事 虽然不是找他的 但他想想 家人肯定也急得不行了 他也想家就回去了 一进院啊 他父亲李汉潮没打他没骂他 蹲那哭的不行 后来躺在床上哭 李磊的妈妈也在那哭 说找了一年了到处去找 爷爷奶奶呢 见了他也特别激动 给他做了很多好吃的 李磊也哭了 从这些 其实我们能够感觉到 李磊的家人非常爱他 李磊也爱着他的家人们 但为什么最终走出了这一步呢 提到这个问题 李磊说 后来就烦了 总感觉啊 一点温暖也没有 不像别人家的孩子 出去一天回来 还问一问干什么去了 怎么样 累不累啊 我爸妈也没有这话 我也不愿意跟他们聊天 后来李磊自己也承认 其实李磊的父母 还是非常向着李磊的 房子就给了妹妹李灿一套 其他的都给李磊了 李磊说 冷静下来想想 欠爸妈太多了 当儿子的也没怎么管他们 只是恨他们对我的不认可 但其实啊 他们并没有对我不好 提起儿子 尸检报告显示 儿子李志恒被用锐气多次刺激胸腹部 及切割颈部肝脏右叶 导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他怎么会对自己的亲生孩子 下手这么重呢 李磊说当时是控制不住了 回过神来 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后来李磊在一次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四度落下眼泪 提到爷爷奶奶的照顾 他哭了 提到父母的好 他哭了 可是一切的悔恨变得都晚了 他只想一心求死 2010年的8月12号 李磊灭门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李磊提起公诉 在李磊被提起公诉之后 因为案发两个多月之前的一起车祸 被祖孙俩起诉赔偿 2010年8月16号下午1点 宣武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2010年10月15号上午10点 北京市大兴区灭门案凶手李磊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 法院认定李磊因不能正确处理家庭矛盾 杀害六名近亲属 依法应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附带民事赔偿 共计345万余元 法院判决认为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李磊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指控罪名成立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由于李磊呢并没有交代其名下的具体情况 因而李磊的岳父母将李磊的奶奶和姥姥告上法庭 要求对被害女儿王美玲以及两个外孙名下的遗产进行西产 2011年9月8号 经过北京市高院核准并上报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大兴密门案凶手李磊的死刑 2011年9月16号执行死刑 在9月16号上午31岁的李磊被市医中院法警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在死刑执行令上签字之后 带着谢句的李磊表示说 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昨晚连夜写了一封信 就家庭财产问题做了详细说明 李磊在被押赴刑场之前 把信当面交给了法官 李磊在早上起床之后啊 用T恤刀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并且穿上了最喜欢穿的黑色的运动服 在此前一天 经过法院的批准 李磊的叔叔和姑姑来到了医中院和李磊相见 在会见中 李磊的姑姑询问了他在看守所里的情形 问他缺钱吗 李磊说挺好的 啥都不缺 李磊的叔叔就问他 李磊啊 你怎么会干出这事呢 李磊表示当时没想开 被执行死刑之后 到下边给他们赔罪去 李磊的叔叔告诉他 把墓地已经给你买好了 他再三的叮嘱叔叔 千万千万不要把我和他们买到一块 没脸见他们 我到那头再好好给他们赔罪去 他的叔叔呢 也答应他 再给他新买一块墓地 李磊的凶残啊 让很多人大吃一惊 也让人反思 家庭跟社会是不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孩子有错 父母是第一责任人 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么一个说法 人的性格在12岁之前就基本定型了 他的性格或者说是人格将影响他的一生 在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认知能力的时候 孩子是以家长和老师的认知以及行为 做饭板的 做榜样的 在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认知 培养看问题的方式 成长的环境 遇到的挫折 婚姻的状况 都会对一个人的这一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李磊之所以杀死这些至亲 这说明李磊的价值判断存在一定的偏执性 案发之前 他的价值观某些程度是扭曲的 李磊所理解的家庭积怨和大多数人的认知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 在李磊看来无法解决的矛盾恩怨 可能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看来并不是无法化解的 就普通的家庭矛盾吗 父母爱他 他其实也爱父母 就只是在说话的时候 可能彼此的沟通方式并不好 这就导致他采取了极端的行为 其实有时候做父母的 做家长的 包括我们自己做孩子的为人子女的 不要给自己的孩子 不要给自己的家人 也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 不要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哪有那么多的龙啊 哪有那么多的凤啊 做个普通人挺好 既要有正当人上人的闯劲拼劲 也要有一颗能够承受挫折 能够承受平庸的平常心